我闻到那个羊桃味了 天哪 太酸了 这能做菜吗 酸的好吃嘛 这搞那个羊头鸭 每年7月到12月 都是羊桃结果期 青绿的羊桃长在树间 要用这样特别打造的 长肝勾取 我要放就掉了 我只能用这种方法 因为这肝子太长了 掉了小心砸着我 摄像老师的头了 没事吧 我就是看准了砸的 开玩笑 做的这么多 今天狗猪猿 眼头也要用 陆志伟告诉我们 羊桃鸭要想做的地道正宗 食材的选择至关重要 除了山上摘取的酸羊桃外 鸭子的选择也很有讲究 你说你带我去选一只鸭子怎么来到了鸭场成千上万只鸭看到没有 太壮观了 太壮观了 抓住了 谁说我抓不着 老板说他吃饱了不好抓 谁说我抓不着 怎么样 这个只鸭头鸭是暖了一点 不行吗 这只 这只不行 你看 看到没 看我裤子上 真是生气了 您接着说 在看哪儿啊 在看那个毛童 没水 干了干了是白起来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陆志伟带我们抓的是当地的一种麻鸭 它们也叫黄泥鸭 如果太小 鸭肉太嫩 肉质不够结实 会影响口感 最好就是90天左右的麻鸭 而鸭子的大小 无法通过外观识别 最标准的检验就是看羽毛 所以只能再去抓新的 大哥跟我们抓了一只 这个就羊桃鸭就好了 行 那我们挑到满意的鸭子了 食材一应俱全 那羊桃鸭的做法 又究竟特别在哪里呢 生气的一个羊桃 清羊桃 生鲜的嘛 简单烫过的羊桃 承担起酸的重任 蒜头打碎 干葱切成末 再加入酱油调制小料 用来腌制鸭子 放一个鸭子下去 好的 这个好了就放鸭子下去 不是这样放下去的 还有 不是这样放 这样放 就放下去吧 是 一整个呀 哦 你手在里头不烫吗 不烫了 你炸着一个鸭嘛 哎呦 我试试好吗 这个不乱 很烫了不行 太烫了是吗 你不煎也不行 我不煎也不行啊 不行 用手掌握火候 让上过料的鸭子 表皮金黄入味 绝对是陆志伟 多年练就的独家功夫 蒸替电高 防止糊锅 加水浸过压身 加入辣椒米醋后 用中火煮35分钟 等待鸭子煮熟期间 陆志伟要做一道桂花肠 猪肉切丁 马蹄去皮 增加肉里脆的口感 香菇切丁 花生拍碎 虾米若干 鲜桂花 糖 盐 味精淀粉 配好调料加入 全部搅匀 用手拌匀 增加肉馅的粘性 且更入味 然后将肠衣洗净 灌入馅料 半小时后 焦黄的鸭子煮好出锅 切好摆盘 再浇上羊桃调味的酱汁 羊桃鸭制作完成 不停 还在樱桃里